第一届比赛的双方的效率都比较低 开局的时候两边的命中率都是在30%甚至30以下 19比17火箭领先两分 篮板球 现在前场篮板球再加强 再投还是不中 今天杜尔菲诺没有前两场那么准 别到主场这篮块好像不如客场的那么舒服投的 反正他和对方的八祖母都是这样 外线的这个得分高手都是感觉不好 对 这年球了 你的任何投篮的角度还是没有办法 好球 终于进了 这个白奥德里奇 以后这个咱们的球迷是逐渐的会认识这些火箭球 因为姚明的这种效应还是有一些这个没有散度 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喜欢上火箭的球 对 有这个传统 传统 董哥拉斯 董哥拉斯到火箭队真是应该说运气不是特别好 因为这里有哈登有那个林书豪 但是呢 看来这个教练还真的是用他 对 上一次用了他八分钟 整个阵容的火箭队也是在磨合当中 就在找 就有点像开作者用巴顿似的 就为什么一会用一会不用 他主要对这个阵容的了解还不是很够 对就是像马库斯莫里斯的使用 对白阿尔德里奇的使用 包括对托尼道格拉斯的使用 迈海尔真是季前赛 包括常规赛前两场 打到第三场 他都是在不停的调 你能感觉到 你再来看一下巴图姆 这也是要做什么 巴比特 自己也不知道 也是一个非常年轻 23岁的球 其实那球你没把握给巴图姆这样的 就是球队设计好的一些核心 阿尔德里奇背转身漂亮 真给机会 直接把球塞到篮底下来 转身转的也是幅度非常小 阿尔德里奇逐渐这两个球打出信心 对他来讲确实到火箭是个好事 远离雷霆 这要是人挪活属挪索 这要是人挪活属挪索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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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